东汉末年,尹川有个人名字叫司马回 当时的政治很混乱 为了名则保身 不管别人问他什么 他都回答说好 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个老朋友 朋友问他说身体好不好 他回答说好 接下来朋友提到自己的孩子不幸夭折的事 他不假思索的说 好 他的回答把朋友气得半死 司马回的太太就责备他说 大家都以为你德高望重 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你的朋友使了孩子 你怎么可以说好呢 司马回听了就对他太太说 嗯 太太教训的好 他的妻子听了 真是哭笑不得 有对夫妻像先人说 他们想发财致富 先人说没问题 但是你们夫妻两个总共只能提出两个要求 多一个也不行 夫妻商量老半天 老公说要汽车养房 老婆说要房金珠宝 结果就一直没有一致结果 还吵吵闹闹 最后老公说先人 但愿我太太是哑巴就好 说完他太太真的就变哑巴了 丈夫后悔莫及 就请先人帮他太太恢复成正常人 先人也答应了 他太太又会说话了 但是因为两个要求已经用完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请求 两夫妻你看我 我看你后悔莫及 有位林先生近视很深 朋友都喜欢和他开玩笑 喊他说瞎子 瞎子 有一回他到朋友家去串门子 晚上回家时 他从朋友家拿了一个灯笼 刚好那天晚上天空晴朗 月亮很大 他就顺利回到家 第二天一大群朋友到他家串门子 他立刻吹牛说 你们说我是瞎子 其实我眼睛好得很 昨天晚上 我只和我朋友借了一个小灯笼 就顺利回到家 他话刚说完 一个邻居的小孩子 就给他送来一封信 信上写道 老林啊 昨天晚上你 错把我们的鸟笼 当成灯笼 你赶快把我送回来吧 有个好说谎的人 眼看就要死去 由于平时说谎诚信 没人愿意去照顾他 有一天呢 他就突然把左邻右舍 找来他的床前 和他们说 眼看我就要死了 其实我存了不少钱 埋在院子里的树下 因为呢 平日得到你们很多关照 所以我决定把那些钱 评分给你们吧 不过呢 在临死之前 我想饱饱的大吃一顿 大伙听他这么说 心想临死之前的人 应该不会说谎话 于是呢 大家就好好招待他吃一顿 等他死了之后呢 就在那个树下去挖 挖一挖 这个真的有个盒子 那盒子里面打开来 有一个字条 上面写着 这是我最后一次说谎话 宋朝有一个州 他的州官叫田灯 是一个贪商舞弊 恶民在外的官僚 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很伟大 别人不能随便乱叫 连晚上点灯 都只能说点火 如果有人偶然 说出灯这个字 就会判重罪 有一年的上言节 民间很热闹的庆祝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 放花灯 放灯以前呢 那个地方官府会到处提告示 要大家 深大庆祝 可是田灯的部署 为了避会 只好写了一个特别的告示说 本州案例 放火三天 这告示在大街小巷提着 外地来的旅客 不知道有避会这件事 看见告示 都大吃一惊 以为这个州 到了元宵节 忽然放火是惯例呢 其实当地的人 就知道是什么回事 这就是只准周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的由来 就不过来 我给大家 我知道 一个 都保证了